本赛季中超将在下周结束 目前广州队排名第二 有机会拿到第二名 最让球队开心的是 下赛季有希望继续活下来 近期传闻广耀集团有意接手广州队 目前还在没有具体实施收购 有媒体记者爆料广汽收购广州队之后 恒大集团将会完全退出 不占任何股份 今年随着恒大集团遇到困难 广州队也是不例外 主帅卡纳瓦罗 外援塔利斯卡和保利尼奥 规划球员高拉特、埃克森、洛国富、阿兰、费南多 纷纷解约走人 最后队长正值被委任执行主帅 带领球队参加中超第二阶段比赛 近日 广耀集团董事长李楚源透露有一节圆足球 随后媒体确认大概率是广州队 只是广耀还没有太具体的举措 就在昨晚的一次直播连线 记者风筝透露广耀和广汽 确实分别主动收购广州队和广州城这一事 目前距离收购完成还有很多距离 此外 记者风筝还表示两家企业面临的情况不一样 广州队的债务更严重 而且恒大有意在这次收购后完全退出广州队 负利还要占30%的股份 当初恒大集团收购广州队 东价恰恰是广耀集团 恒大支付2100万元转让费 广州队进入恒大时期 现在广耀有意收回广州队 上周 恒大集团召开复工复产的研讨会 老板许家印在谈话中表示 绝不允许有人躺平 必须发扬永不延弃的精神 全力恢复销售和经营模式 当前 许家印没有时间关注广州队 如果广耀集团收购之后 恒大集团有意退出 不想占用俱乐部任何股份 也是情有可原 许家印当初接手广州队之后 恒大足球一度引领中国足球的潮流 几乎每一次都走在最前面 其他球队纷纷模仿 如今广州队进入到新阶段 全华班阵容征战中超联赛 也可以继续尝试 感谢观看